帶您來關心在台南有個十大傳奇 就是有一台專門抗議的車子 就這樣子停在路邊停車盒當中 一停就停了好幾個月 甚至好幾年 但是也是遭到拖掉的命運 不過這名男子因為輸了債務官司 將抗議司法不公的車子停在路邊長達七年 今年才過三個月 他的車就已經被拖了三次 所以他現在跟政府之間的鬥法 還會持續多久 這個傳說還會繼續維持嗎? 目前很多台南人都在看 執法人員將路邊車上 掛著抗議司法不公的大型布幕 和旗幟取下 類似的車今年第三度現身 民眾早就見怪不怪 陳姓男子因為輸了債務糾紛官司 把抗議車停在台南路邊停車格想伸冤 但光是今年車就被拖掉三次 先是一月十八號 六台車遭強制拖掉 二月二號深夜 他又將一台車停在鬧區 隔天車子二度被拖走 三月一號凌晨不死心 三度現身同樣被拖掉 平均一個月就被拖一次 停太多台了啦 然後這樣大家來辦事 真的是都沒為吃停 我沒辦法 好像 遇到一所遺 停車費 車停路邊長達七年時間 停車費最少已經繳了七十幾萬 男子人打死不退 交通局只好祭出妙招應對 因為屬於累販的車輛 逐步來縮減他的改善期 那之前有給予一天 或者是甚至有到三天的改善期 那我們這一次 今天的改善期 我們就縮短到兩個小時 兩名男子在前一天晚上把車停好 架設抗議標語 警方一遊動廣告車禁止停放路邊規定 在一號下午進行取締拖掉 雖然沒有針對違規行為開罰 但男子還是得繳交一致費和保管費 只是這場持續多年的抗議 不知何時才會真正落幕 記得楊文華蘇怡婷台南報導